不善于早起的我们 到民宿外面吃早餐的时候 已经是9点多了 一人一碗小面超手 搞定早餐 带着期盼的心情出发了 虽然只有短短半小时的路程 却也遇上了堵车 滑雪旺季的交通 也是意料之中吧 到了景区 看到站了整个半山腰的停车场 已经停上了秘密王麻的车 我们心都凉了 真没想到工作日人也怎么多 我们真是低估了 人们冬日上上玩雪的热情 然后进了景区 就开始传说中的排队坐缆车 排了大概近一个小时的队 又要乘坐观光车 观光车又排了20分钟队 下车之后真心想哭啊 这个可能滑不了 因为能见度太低了 辛辛苦苦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结果却身在浓雾中 孩子们一个劲地问 还能不能滑雪了 不过这浓雾仿佛并没有挡住人们玩雪的热情 在白茫茫的一片中 依然拍照的拍照 玩雪的玩雪 到了滑雪场 虽然人影绰绰 不过滑雪的人却是不减 于是两个孩子兴奋地买了票 一头扎进雪场了 闺蜜不想滑雪 也不想爬山 一个人扎进咖啡厅 在享受中去等待 我和老公决定放弃 为某某的半山 继续坐上一层缆车 去山顶看看 闺蜜说 你们如果上去了 还是啥也看不见 就哭着回来找我吧 我们怀着忐忑的心 依然坐上缆车 观光缆车行了一半 视线就开始清晰起来 一丛丛 披荆带露的乌松 开始展现在眼前 最后 远山的云和雪山顶 也从一溜蓝天之间 冒了出来 扬抑不住喜悦的心情 一下车 我们就被眼前的美景 惊呆了 不停地感叹 不停地 哇塞 太美了 去过东北的雪乡 徒步爬过15公里的雪谷 看过机灵的乌松 也依然被眼前 大四川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 没到了 窗寒西岭千秋雪 这千年前的诗句 让人神往 在山脚下 住了这么多年的我 却第一次冬天上来看雪 其实 四川大美的雪山很多 这座西岭雪山 盛在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 所以它的美 不同于北方的雪 那么纯粹冷冽 也没有那么洁白深厚 它的白 白得新兴点点 层卵叠丈 它的美 美得委婉动人 寒而不发 而它的冷 也冷得那么温柔 不北的雪比怎么样 感觉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白啊 不是一样的白 见识过大东北雪乡的我们 只能说 何风徐徐呢 此时此刻 唯有高歌 才能抒发我们 喷波欲出的喜悦了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 让我能痒痒 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你的酒皮鞋还能穿吗 这有一只未来 爬香烟 你不想闯闯吗 哦 明天一早 我猜阳光会好 我要把自己打扫 把不久的全部卖掉 哦 这样多好 快来吧 奔奔电脑 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 哦 穿心一把 真心发心啊 轻松一下 温度就把 打扮漂亮 十八岁是天的 我们的生活天的心头 不穿心一把 真心发心啊 轻松一下 温度就把 以后的路 不再会有痛苦 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 快点加油大熊 熊大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爬到了山顶阴阳界 一路唱 一路玩 一路拍 谁给你扫的 因为我的疏忽 出门忘了带相机卡 所以一路的美景 只能用手机来记录 老公说太遗憾了 走白头 因为拍出来的 没有我们眼睛 看到的漂亮 最后两个人的手机 都没电了 回程的路上 才发现激动过后 体力不支了 眼睛也看得神美疲劳 就越发觉得累 走不动了 一点都不累 不锻炼的人 就是这个下场 虽然我也很累 走 我真的 一点也不累 今天的午饭 一个人有点烤肠 一个锅盔 好吃吗 太香了 从来没吃过 这么香的锅盔 又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才下山 这一路的辛劳 必须泡个温泉 再吃一顿炉火旺旺的 西山烧烤 才能减乏了 因为不放弃 看到了最美的风景 今晚一定有个好梦 晚安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